他們之間相連 這樣不懂 金的相連跟氣脈的相連也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同方向的力就會連結出來不同肌肉的組合 所以為什麼巴母長比方講我們說他內室長 那個外在動作可以連結到丈夫呢 因為除了他本身是金相連之外 你看這個的連系有沒有 實際上他進來丈夫跟脊柱在裡面也是用金掛在上面 所以在裡面他的相連也是透過金的 所以我們的姿勢做對了 我們把那個關鍵地方的金把它伸展夠 他會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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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影響到連結到那個相關的丈夫去 所以為什麼走巴母長他的姿勢那麼重要 一個小地方的角度錯了就沒有了 你那個連結就斷了 你看這兩張裡面很多地方的金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他這個書他解剖出來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相連性 你一般的解剖書他把每個地方都把它切切切切切斷 這是斜管 我們這麼多的斜管 其實他本身是塌的 本身是軟的 所以一定要用金把它撐起來 這邊有一個金 有些金喔 我說他是相連嘛 有些金喔 是你不練他就沒有 有些金的金有 你拿著 有一個 萬愛生人那個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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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 成蓝的時候買的 像那個展蓝那樣買 對啊 展蓝的時候他才有 你問明天有誰誰會去 明天我大概會講 明天我主要的是講 這個經 在三重的運動中心 好 治安門的功很強的 你們看這個 看到這個經嗎 它的肌肉都是塌下去的 是不是 你看它的力量伸展出來的是經 好 重要的是哪裡 重要的是這一根 這一根一般人沒有 這個上面也沒有 這一根 你看鎖骨在這邊 鎖骨在這邊 是不是 鎖骨下面這一根 這麼強 所以它好像一直連到它另外一邊去 對對對 一直連到胸骨 這個地方是胸骨 所以它的手臂 它的手臂這個力量出來的時候 它這根筋出來的時候 一直連到這裡來 就是老師說的 所以它身體力量一定可以給到它手的力量 對 所以它的 我們就講嘛 它這個手的力舉 起碼這個動作的時候 它的力舉是這麼長 是不是 一般人的力舉 你用肩膀的話 一般人的力舉 直到肩 直到肩頭 它多了這麼長一段 那這條 你看這條很明顯 你們這樣看 很明顯 這條很明顯 凸 凸起來了 是不是 在這邊沒有 這個人沒有練到 是不是 因為它死掉了 它死掉了 然後它是平均 然後這個人也不見得是有 有特別的練 是不是 所以你特別的練一個力量 那條肌肉樹 那條肌肉樹就特別的強 特別 所以我們叫做筋膜突起 你練的那個東西 練的特別強 它就特別突起來了 那個就是它的力量的路線 非常不懂 所以你看這肌肉是一束 一束一束的 它不是這一大塊 它不是這一大塊 它是一束一束的 每一束它連結的方向 是不一樣的 我這個手舉高 我這個手舉高 它是不是連結到這一束 這一束的話 力量就往腹走 就往下走 如果在這邊 我到這個地方來 力量就往胸骨走 所以肌肉是一束一束 當我們的肌肉 當我們的伸展 在做不同方向的伸展的時候 實際上 我們在用肌肉樹裡面 不同的小的 雖然是一塊肌肉 是不是 可是我們是在用不同的 單獨的那個小的肌肉樹 我們是把它這樣用 所以練國術的 它不講整塊肌肉 我剛才 你這一塊講胸大肌 就是一塊胸大肌 可是在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不是 裡面有好幾束 而每一束 它從肌這邊連結出去的方向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用它的時候 它是 你在這邊 跟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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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用的肌肉樹是不一樣的 一小條的 就像它這個 它這個 表現出來的就是那一束 老師您的意思就是 練到後來 你是可以依照這個角度 控制說你要練到 本來就要 本來就要這個樣子 所以你們練也是我的手 這個是手 你看手臂 手臂 這邊也是有很多肌肉樹 很強的肌肉 是不是 到下面來 所以你做單縫朝陽 我的手是這樣子走的時候 它的肌肉樹的相連 跟你的給它的方向就有關係了 因為我這樣子走 往外翻 你使用到的 比方講 肩部肌肉 這個三角肌的肌肉 肌肉樹是不一樣的 我現在這邊 後面的就比較少用到 連結從這邊 那連結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不是全部的胸大肌使用到 我翻開力量往上 它連結的是一部分的 所以你要這一部分 還是這一部分 還是這一部分 那你連結到心臟的方向就變了 變了 你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使用到的就是這一條 方向就往這走 是不是這樣子 我把這裡的力量放掉 收回來 起來 我連結的力量就往這裡 就往這裡 曉得嗎 所以延伸的方式 不同肌肉的相連 它不是這樣子 一大塊一大塊看 你看 內加權這種東西才有可能 你如果是收縮的 一收縮就是這一整塊 就是這一整塊 它沒有方向性 它前後沒有相連性 這樣有沒有懂 這個是中國武術 尤其是所謂的內加權 最重要的一種 肢體使用的方式 所以它才有伸展的可能性 它的關節才有開合的可能性 所以這些地方 都很值得去研究 好 好 開機